1994年我到华欣国小的时候 华欣国小我去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校长的办公室里面 整个有个隔间 那里面呢有很多的杂物在里面 然后墙壁上的水 那个煤在那个墙壁上还有臂癌 然后我就看到我就觉得 它那个墙壁都剥落了很厉害 那到下雨天的时候呢 那个水就从墙壁的缝里面 这样的流到办公室 那个校长的座位下面 大概差不多有这么高 天哪 怎么会在这边啊 然后我就再去看学校的教室 每一间教室的角落边上都在漏水 而且在那个电视机的下面 都会积水只要下雨天 那有一次下大雨的时候 那我就发现到老师 拿着水桶叫小朋友放在走廊上面 然后去接水 结果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怕 那结果我们的议员 刚好有一个议员来捐我们学校小朋友的午餐 那午餐费 那记者也有跟来啊 那记者跟来的时候 你就到我们教室 刚好那天下大雨看到了 看到了结果记者就说 他怎么会有这样 每间教室都漏水 音乐教室的屋顶上的青钢架 那个水这样哗一下下来 把整个钢琴都弄湿了 结果到那个学校去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怎么会这样 不可思议孩子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怎么可能是这样 后来我的教育处的处长 后来知道在报纸上看到新闻之后 他说怎么会这样 然后马上立刻就派客长到学校来做了解 那做了解的时候 就发现学校的环境真的很差 后来立刻就给了我们300万的经费 他说校长给你当到新学校的礼物 赶快把这个环境漏水的问题 赶快能够改善 所以我就马上立刻改善 后来说我就到那个操场上面看 那个水沟 因为它有水的话 除了学校漏水之外 还有再来就是水沟的排水是不通的 水沟排水不通的话 你势必要让排水一定要顺畅 所以那个水就不会囤积在校园 或者是教室的旁边 因为那边是靠山的学校 那其实那边的孩子 也都一直大量的在流失 所以很多的孩子都到别的学校去读了 因为那边的家长 其实他们都是建筑的 那都在营造厂工作 所以家长做建筑的家长 当然是对建筑的他们也会很要求 那么不好的品质的地方 他怎么会把孩子放在那边 他一定是想要把孩子送到别的学校去受教育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进去之后 很感谢教育处的长官马上支持我 那时候课长 我记得国教科科长姓谢 谢课长 那谢课长到我们学校来看 他说哎呀这样子的环境 然后我们就申请经费 马上就改善那个环境 在短短的我就记得 在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先把屋顶先做防水工程 做完工程之后过了半年之后 然后整个的墙壁干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粉刷 那做了粉刷之后呢 学校的教室就看起来就变了焕然一新 然后再把水沟呢 然后就全部的水沟 全部都是加深加宽 让那个水的排水能够更顺畅 然后流到社区的主干道里面 所以学校里面呢 整个的排水顺畅的时候 学校都没有积水了 孩子在那个环境里面 其实他们的学习呢 那家长来的时候就很高兴 那我又把那个操场的地呢 又整平 又像做大理石一样的 那个黄蜡石的感觉 做起来 所以家长看的时候 大家都很喜欢 又把操场呢 又把它重新整建了 申请经费 所以经费的申请呢 都非常的顺畅 当然都要感谢我们的市长 和教育处的长官 还有议员他们对我们学校的关爱和支持 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办法去改善这个环境 当然中间会有很多的在工作上面 可是我觉得担任校长 你的责任就是要给孩子最好的硬体设备 和最好的软体设备 所以我们把当硬体设备 软体设备都改善的时候 学校其实在短短的两年 两年多里面呢 改善了就很像是一个 那个别墅一样 三中别墅 那有的校长会跟我讲说 环境改善啦 就这样就好了 不要拆除重建 那我的心里面想 对啊 我们就在这个环境里面 因为教育处也给了我们 教育处议员啊 议员配合款 还有市长呢 给了我们配合款 大概有三千多万 学校校舍整个都焕然一新 焕然一新了之后呢 其实我也没有再做 拆除重建的打算 后来的时候 谢科长到我们学校来看的时候 他就说 校长我发现 你的是一个非常有动力的校长 他说我们是不是应该 再为孩子再多做一些什么 那我就问谢科长说 那我们要再多做什么 他说拆除重建 那我说我才刚刚做了整修的工程 花了三千多万 那如果说拆除重建的话 这样会不会浪费公堂 他说在教育上一定要舍得 要给孩子最好的 他说现在我在这个位置上面 现在你在华欣校长这个位置上 我们可以共同合作来为孩子 来后改善环境 能够拆老旧校舍拆除重建 那我想对 这个工作是我要做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华欣社区的家长 对学校是有很大的期望 希望学校的环境能够改善 因为学校的环境如果改善的话 其实社区的整个的 也会不断的也会改善 社区的环境也会改善 因为学校是社区的精神堡垒 那学校是社区的精神堡垒 那当然学校环境改的话 那社区自然而然 社区也会跟着提升他们的品质 社区的民众也会提升品质 那孩子就会回流 所以我在想说 这件事真的是应该做 那我也很感谢我的学校里面 有一个建筑师的 建筑师愿意当我的咨询顾问 那我就去拜访我的建筑师 那建筑师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就帮我把学校的概算 就概算出来 那时候概算是14000万 那我就拿的14000万 我就总务主任就把它送到 教育处里面去 那教育处谢科长 马上在很短的时间 一天半的时间里面 就帮我送到教育部去 那谢科长也很惊讶说 哇有的学校里面 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争取 这个经费 那个概算 写概算的时候要改了好多次 你一次都不用改 而且你的概算 那个精准度 非常的精准 因为我有一个专业的建筑师 他愿意当我的顾问 所以当有了顾问 专业顾问之后 那我在写概算的时候 它的精准度是百分百 也节省了很多的公文往返的时间 后来送了教育部去 这送教育部呢 结果教育部呢 在居然 教育部他居然核准了 一亿四千万 所以当核准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请建筑师规划 建筑师把图规划出来了之后 要征选建筑师嘛 征选建筑师之后 征选那个书图 就征选出来之后 我觉得那个校舍规划的 真的好美哦 真的像一个森林中的小学 会改变了整个学校 也改变了整个社区 所以我就把那个图 就放得很大很大 全开的图 然后就贴到校园的大门口 然后放到校园门口 那然后呢 用那种二分之一的那个图 我就贴到社区 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像里长的公布栏啊 还有社区的那个 因为那个地方是寒洞口嘛 那那个地方 我就贴到寒洞口那边 大概这样连续贴了 大概有五六张吧 让社区的人看 那社区人看到那个 新校舍的规划图 大家其实对学校的期盼 跟学校的爱护 大家对学校就充满了信心 他们本来都觉得说 华兴国小在寒洞的里面 本来就是被人家不注意的地方 那突然间有了生命力 那他们就很开心 学校的老师也觉得好高兴 那学校老师每次都在说 校长我们的软体都很棒 那我常常问他们 我们的软体 你们觉得软体哪个是最棒的呢 他说我们老师就是软体 因为我们老师都很用心的在教学 可是我们的硬体不好 所以就影响到家长 对我们软体的疏忽 那所以呢很多的老师 我们的用心 我们再用心 可是家长不信任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好的环境 那我们在校园规划里面 我争取了一亿四千万之后 那学校的老师 也对学校充满了希望 那社区的家长也对 社区对学校充满了期望 后来的时候呢 我就做整体规划 分期来盖 我也跟课长多要了一点钱 那个规划费 能够把学校 因为宜兰模式 他们就是把学校都是做 整体规划分期来盖 不管校长在这个学校里面 待多久 那校长待四年也好 八年也好 那校长也许四年离开了 还有新的校长来 但是因为你要是整体规划的话 其实那下一个校长来 就可以照着整体规划 逐步的来一步一步的来做的话 其实不管换几个校长 学校的整体规划 最后他还是会变得 每轮每换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环境 那不会因为校长换了 而且那个建筑 他就整体的规划就会改变 所以我觉得在华兴国小 我做整体规划分期来盖这件事情 当规划好了之后 公务局那个课长 我记得何课长就在说 说华兴国小现在规划的好棒 那以后基隆市好久 都没有让人家来参观的地方 那现在透过这样子的规划设计之后 以后基隆就有了可以参观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规划好了之后 让长官都觉得肯定 长官都觉得是很棒的 那也给基隆市增加了一个 新的可以参观的学校 所以我规划完毕之后 那个就离开了华兴国小 那但是在规划完了之后 那现在华兴国小 现在已经盖起来了 盖起来了那很多的家长 社区的一些社区的期老 那他们都很喜欢华兴 他们也觉得也带动了华兴的繁荣 现在华兴社区那个地方 泰安社区那个地方 盖了很多的新房子 住了很多的人家 那现在那边的很多的家长 都会把孩子送到华兴国小去读书 他们都不会把孩子送到外面去读书 因为华兴有最棒的老师 那华兴呢 华兴国小呢也有最棒的环境 所以说家长其实大家 家长都很聪明啊 家长也很睿智啊 他给孩子都是选择最好的 尤其现在在少子化的时候 那家长呢 他们都会做明确的选择 所以学校的不管是校长也好 行政也好 老师也好 其实大家都要共同努力 因为如果说只要有一个部分没有做努力的话 其实家长都会知道 然后他在选择上送孩子读书的时候呢 那他一定不会送到这边来 所以说华兴国小那我在短短的四年里面 替他们改善的校舍 我也觉得是对那个学校也是尽一份心力 那学校的老师呢 他们在学校里面在课程的上面 他们也会尽心尽力的都会再做一些规划 那常常里面的特色就出来了 比方说华兴国小里面 那原来有个跳鼓症 跳鼓症的时候 本来是有些家长不喜欢孩子在做跳鼓症 这个运动 那但是呢 因为校舍带起来了 而且我们在规划上面呢 我们的用心家长看到 所以反而现在家长都很希望 孩子也能参加这个跳鼓症的这个活动 所以说很感谢身边有很多的贵人 因为有你们的帮助